嗯 已经四年了 激动了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Hello 大家好 大家看我手边的这是什么 对 你猜对了 你猜对了 我们要回国了 我们要回国了 整整四年了 我们终于又可以回国了 我此刻的心情呢 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 就是归先四见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回国 要回国介绍我的家人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就想给大家讲一下 我给我的孩子办理签证的一个过程 然后给那些即将要回国的 或者打算回国的小伙伴们呢 就打个样 让你们少走一些弯路 少发愁 少掉头发 首先呢 我先说一下我本人的情况 我呢 持有的是中国国籍 我拿的是瑞士的长期居留西政 我老公呢 他是瑞士人 然后我的孩子呢 他是存在国籍充充 孩子的父母一方是中国人 并且持有的是短期居留的 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呢 中国是承认他是中国国籍 如果父母双方呢 有一方是中国人 但是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呢 你持有的这个是瑞士的长期居留西政 或者你已经加入瑞士国籍了 这样的情况下呢 孩子在出生之后呢 就是自动只有瑞士的国籍 中国呢 就不承认孩子的这个中国国籍 这是我办理证件的时候 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的时候 才知道的这样一个信息 当然呢 如果你在别的国家呢 你最好还是在网上先确认一下 你所在的国家的那个政策 是不是跟瑞士的政策是一样的 还有如果你的孩子呢 就是有这种国籍冲突的这个情况呢 他办理的证件呢 就不是签证 而是这种旅行证 这个签证和旅行证的区别呢 就是如果一般的外国人办理签证呢 它的有效期可能最多只有三个月 但是呢 这个旅行证呢 它的有效期是两年的时间 给大家的第一点忠告 就是一定要有耐心 一定要有耐心 耐心 耐心 很重要的事情说三点 要有耐心 我是4月6号就是开始办的 然后我到5月15号左右 才收到了这个旅行证 如果要办理的话 要记得留够足够的时间 办理旅行证呢 是2019年就开始了 但是第一次的时候呢 它是下载表格 然后填写表格之后 到大使馆去递交你的材料 在疫情之后呢 就是推出了一个中国领事的 这样一个APP 所有的你的递交材料的这个过程呢 都是在中国领事APP上 上面去办理的 就是你不需要出门 就是就可以把这个证件拿到 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下载中国领事这个APP 在注册之后呢 你可能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需要用中国的手机号码 但是我没有中国手机号码 所以呢 我就用邮箱注册 就是你填了你的邮箱之后呢 下一步的那个方块是灰色的 你就没有办法下一步 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不要上火 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请你国内的家人呢 就帮你注册 让大家填入了中国电话号码之后呢 然后再进去把个人的信息呢 验证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登陆进去 我办理的是幻发旅行证 第一个大步骤就是上传资料 所有的需要的这些材料呢 你都需要拍照 然后把这个材料上传上去 我大概数了一下 大概有11个材料你需要上传的 第一个呢就是你的个人照片 背景要用白色的 然后拍一张个人证件照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旧的旅行证的首页的信息 就是你把旧的旅行证的信息页 拍一张照片上传上去 然后呢限时护照的首页 然后是父母一方护照的信息页的照片 接下来呢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同意办证的声明书 这个呢你就要去中国大使馆里面 去找到这个声明书 然后你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填了之后呢 然后再拍照 然后上传上去 父母居留复印件 就是比如说我的居留证 我就要把我的居留证拍照上传 最后一次出镜章 你最后一次出镜章的那一页呢 拍照然后上传上去 人在国外证明 这个呢就需要你持有当地的报纸 然后把那个报纸放在胸前 不要把脸盖住 你拍照的时候呢 记得要把这个报纸的日期 给拍的清楚一点 瑞士居留身份证的照片 接下来就是监护关系凭证 就是你的户口本 父亲啊母亲啊拍照 然后上传 接下来就是孩子的出生证明 有的你上面写的是必填 选填 选填必填都填 我刚开始就是只填了必填一项 然后选填一项我就空着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让你补充资料 你还是要填 所以你就一次性把所有的选填必填 全部都填了 经验之谈 然后呢就是你把所有的资料上传之后呢 他就会进入到一个出身中 只需要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 然后出生过了之后呢 他就会跟你约视频见面 就要选一个日期 然后呢就是在视频开始的前几分钟呢 你就坐在那里等待 你约的时间到了之后呢 那个大师傅就会给你拨过来 他会问你几个问题 然后如果孩子是未成年人的 可能需要父母一方坐在旁边 然后就结束了 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等你的面试身份通过之后呢 就会让你递交资料 我选择的是邮寄过来嘛 所以你就要买一张挂号信 邮票贴好 把那个缴费凭证也写上 还有你的旧的证件 还有你的照片 还有你的订单号 全部都写上 然后把这些东西一起邮寄 接下来就是复审 复审通过之后呢 就会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给你邮寄回来 够了 办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头大 因为一步一步的操作 真的是很繁琐和麻烦 但是等你操作完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真的还是蛮方便的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的内容 所以等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我大概已经在去回国的路上了 回国的时候我拍不拍视频 我有可能拍 有可能不拍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电脑 它是一个台式的 不是手提的 所以如果我拍的视频呢 我只能用手机拍 然后在手机剪辑 但是手机剪辑 就很多时候呢 就会发生 你好不容易剪了很长 然后啪上回来 然后你要重新剪辑 就让你很崩溃 如果我拍的要画的 也有可能就拍一些很短的 快快的剪辑 可能剪辑的也不是那么好 然后呢 我们就国内见吧 拜拜 拜拜